清闲瞬间价值近千万的宝石捷 行经新竹市某路口时 遭到一部自小客车侧面撞击 撞击力道之大 宝石捷左侧几乎全毁 安全气囊也瞬间爆开 维修费用可能超过上百万 蓝色宝石捷左侧板筋严重凹陷 前后车门几乎被撞烂 再仔细看就连安全气囊也全爆开 而另外一辆黑色轿车车头 同样也严重凹陷变形 怎么会撞成这样 监视器还原瞬间 15号下午4点多 一辆日系轿车执行开了过来 而此时价值千万的宝石捷 也从巷弄内开出 就是那么一瞬间两车相撞 宝石捷车尾还甩飞出去 撞击力道之大 两车严重损伤 算一算这侧面全毁的宝石捷 维修费粗估就要两百万 像这样的侧边撞击 含车身履件跟中柱变形 这修起来最起码将近要两百万来修理 日系轿车与保时捷相撞 两车的损坏程度都不容小觑 这可观的维修费更是伤荷包 警方还是那就老化 十次车祸九次快 还好人都没事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这新竹综合报道